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的演出者却一再被安放在凶恶 阴险 轻调 这些负面特质较吃重的角色上头 在现代剧场中 这恰恰是对演技的挑战 但对于在民间成长了一百余年的歌仔戏传统来说 观众对角色的好恶实际地影响着表演者的声望与收入 许亚芬是十几年前外台戏棚上的主角 也扮演过许多次小生 但她不但不觉得满足 还总是将戏迷独厚的小生 小蛋的习性当成是对当前歌仔戏圈的检验 许亚芬出生于歌仔戏世家 祖父许义是歌仔戏的五场指导 祖母董周文是著名花旦 一名白虎仔 父亲郭鸿辉则是歌仔戏团的首席乐师 许家兄弟姐妹七个 有的从母性 有的从父性 而许亚芬则是从母性 为了帮忙家里赚钱 她从13岁就开始在北投唱纳卡西 这种打零工唱歌赚钱的方式持续了两年 15岁时 她目睹了一场帮派兄弟泄斗石井 年轻的她非常害怕这种场面 只好放弃赚钱的机会回家 当时父亲还问她 有没有做其他工作的打算 母亲知道后对她说 不然来学歌仔戏好了 那时 歌仔戏的功能多是庙会献审 或是娱乐街头巷尾的村夫村妇 加上政府对闽南语的鄙视与禁令 许亚芬对歌仔戏的前途并不看好 何况自己爱唱的是流行歌 不是父母亲的歌仔戏 听到母亲问她学系 她还直接地回答 叫我学歌仔戏 我不如死好 直到17岁 许亚芬才开始正式学艺 从基本功 刀枪学起 又在耳濡目染下深深领会歌仔戏的诀窍 主恋声 但 两种角色 并以先天的资质 兼后自如的唱腔功力 及擅长揣摩角色的思想情感 慢慢进入角色 1992年 何洛哥仔戏团公演《杀猪状远》 这出戏演的是一个屠夫 在阴差阳错中被扮成了状远 并从善如流地发令 问斩一个行止不端的正牌状远 他演的就是被处斩的反派小生 而到了这出戏 他才开始完全扭转对歌仔戏的观感 排戏的时来天中 严循为导演一再安抚他的情绪 帮他克服紧张 尤其是第一场出场时的甩发这个大动作 他更教许亚芬要憋紧呼吸 一鼓作气地把戏剧的爆发力全迸发出来 许亚芬此次表现极为出色 也开始体会到歌仔戏的魅力 在体验过舞台公演带来的成就感以后 徐亚芬反倒开始观察外台生活的空虚感 外台小生可说是戏迷捧出来的 在戏台上的做工 身段都是其次 只要戏迷看得对眼 有时就连台词讲得出了差错 也不会被责怪的多严厉 顶多是台上台下一起笑笑就过去了 不仅这样每天下了戏还得顺应戏迷们的邀约 有时候心情没那么顺意 若是开口推却又要给人说成了白场面 而且戏迷们总是难免争风吃醋 付了一场约就得一场接过一场 忙得一整天连自己的时间都只剩一点点 到了深耕对着镜子卸去一整天的装扮 他有时也会怨叹唱给自己听 但他却被谁都想得清楚 如此下去绝不是好出路 于是他毫不留恋地将自己整整四厢服饰全卖掉 打算再也不去过那种取义逢迎的日子 同时也让自己开始重新思考 这种砖捧生蛋的现象 对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歌仔戏而言 伤害有多深 他能开启这段反思的路程 与小时候母亲给他的影响 也有很深刻的关系 他的母亲许元被观众称为乌猫云 当年他最著名的就是精湛独特的唱功 在许亚芬的印象里 无论三花、花面或彩蛋、小生 母亲什么角色都肯演 即使挑起一般人不肯出任的反派角色或老爵 也会以故人的唱腔与韵味抢尽风采 母亲的个性很强 许亚芬在他严苛的要求下 学习的压力比别的演员重得多 一直到了他接触电视、舞台 逐步开展自己的演出生涯后 母亲仍常常为了不满意他所饰演的角色 而大声辱骂他 但许亚芬也明白 年老的母亲行动不方便 没能时时刻刻在旁盯着他 所有的事情只能自己一肩挑起 而他也只能从头来过 遇到了心酸也从不跟母亲提起 母亲若问起 你好否他只会回答真好啊 一直到了秋风词 这出讲述宫廷斗争父子亲情的大戏 接过了剧本 许亚芬才惊觉刘彻这个角色 确实是自己从不曾面对的挑战 怀有高度疑心的汉武帝 常常在一场戏里就转变了好几种心境 在排演前 他也一再对着每一句台词 反复地问自己 是怀疑 是震怒 还是恐惧 静又一再地推敲 他才确定合着 在那一刻最适合年迈的刘彻的语气与身段 渐渐地他觉得感应越来越强 好像自己就快能全盘掌握住剧中人的情绪了 这时张剑导演邀他讨论刘彻的伴想 他提出了三缕长须的正派老生 和满腮胡的花脸 让许亚芬来挑 他二话不说就选了后者 因为当时他已经完全能够体会 万年汉武帝冲突的内心 而且也更想把戏曲的爆发力 一次全拿出来 秋风词 为许亚芬创造了表演艺术生涯的高峰 而他更是承认 不仅是自己演得好 最重要的是戏够好 之后 他更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成为台湾歌仔戏界 众所周知的资深 且戏曲唱腔功力非凡的名角色 作品甚多 从早期电视卖药广告里的歌仔戏民谣的曲调 到唱腔 都有他的身影 而且扮相多元化 横跨生 淡 静 莫 丑 后来 他又创立许亚芬歌仔戏团 朝向社会教化文艺戏剧走 近年来都是以佛教戏剧为主轴 回馈他的歌仔戏迷的厚爱 许亚芬特别推崇歌仔戏前辈廖琼之 并称 廖老师和我妈妈可算是同辈 我妈妈虽然也收几个学生 但是基本上她不喜欢教人 她说过 自己的女儿都不教了 还教别人 但是廖老师不同 她的个性温和 说起话来轻轻柔柔的 只要有人肯来学 她一定倾囊相受 廖琼之的教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她 让她更义无反顾地投入歌仔戏的新传工作 也劝她要生自己的孩子 女儿最好 当时许亚芬结婚已经几年了 从没有计划要生孩子 随之 就在母亲走后不久 亚芬突然发现怀孕了 对此她说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是母亲转世来当我的女儿 当了妈妈之后的亚芬 开始对英年早逝的母亲 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 表示 仅十月怀胎就已长到当妈妈的辛苦 所以会对女儿格外疼爱 弥补自己幼时所失落的母爱 不想让女儿成长中 承受她过去吃的那些苦 对许亚芬而言 母亲节是个难以度过的日子 她觉得 母亲常在陪着自己 并说 我每一次演出之前 编化妆 并与母亲在心里对话 愿她在天之灵保佑我演出顺利 说也神奇 每当要出错的那一瞬间 我仿佛被什么神力拉回来 最终都能顺利演好 2010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外面是人生鼎沸的张当节彩不夜城 泉州离园 古典剧院内高棚满座 歌仔戏表演 唐博胡点秋香 吸引了众多前来参加首届 闽南文化节的海内外嘉宾 和泉州当地热爱戏曲的戏迷们 青山绿水如仙境 闲云自在可扮行 一席轻易出场的台湾歌仔新明觉 许亚芬一出场 作无虚实的泉州离园古典剧院 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潇洒的小声伴响 一举手一投足 尽显名家风范 表演之精彩 用惊艳二字形容 毫不为过 当晚演出的 《唐博胡点秋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 描写了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博胡 追求华太师夫人的侍女秋香的爱情故事 因秋香一共对她回眸三孝 故该具又名三孝姻缘 在第一场《庙园细香》中 饰演唐博胡的许亚芬 和饰演秋香的张梦逸 在台上展现了精彩的对手戏 让现场的观众大呼过瘾 新鲜的表演手法 幽默诙谐的对白 节奏轻快的音乐伴奏 让台湾歌仔戏的魅力 展露无遗 观众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人 还有不少年轻人和小孩 年仅23岁的苏仲岩 特地从晋江赶来 他是不折不扣的老戏米 喜欢戏剧已经有十几年了 小时候在电视上 看到歌仔戏就喜欢上 就在网上下载歌仔戏视频 放到MP3里自己学 更在现场说 泉州喜欢歌仔戏的人其实很多 我们经常在网上论坛交流 这次听说亚芬姐来泉州 这是她第一次来 很兴奋 想找机会给她献花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台湾歌仔戏剧演出的 领队曾永毅教授 是戏剧界有名的学者专家 据介绍 此次戏剧展演与交流 是首届闽南文化级的 核心内容之一 从正月14至正月16的 三个晚上好戏连台 精品戏剧在此间轮番上演 融合民俗 戏剧 诗词 音乐 舞蹈 杂技 美术等多元文化 为一体的歌仔戏 是各地人民共同创造 并拥有的珍贵艺术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感谢观看